今天聊地球,万有引力和反中立飞行器 阿拉伯飞坦的这个概念是有可能实现的 好,首先是这样 这个是我的一个猜想 我觉得一切伟大的人类的进程都是从这种漫无边界的猜想开始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花时间去做这种大胆的猜想 我认为万有引力它是一种磁力 因为我们之所以会被地球吸在地上 是因为我们都是带电子的嘛 我们都是原子组成的 我们都是围着一圈电子在跑的 20世纪初的一个布朗 发现了布朗效应 用高压的电去电击一个电容 它会在某一个方向上产生一个力 之后呢有个人照着他这个理论 发明了一个很牛的东西叫飘升机 网上有很多飘升机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飘升机最早所有的人都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反重力的一个例子 专家就出来说是因为它产生了离子风推动了这个飞上去 并不是反重力 那其实我要说它真的就是反重力 还有很多的证据可以间接的证明 就是万有引力它就是磁力 一个片状磁铁正反两面 它的它的重量应该是不一样的 正反两面一面跟地球相吸 一面跟地球相吃 就说明了万有引力它是一个磁力 我之前有看过网上有个人做了一个实验 它说如果把两片磁铁吸在一起称重 和两片磁铁互相斥力放在一起称重 它的重量是不一样的 斥力在一起的会轻 然后呢另外有一个人呢 就做了一个实验证明它是错的 这个人做了就做了很多次 他就是用一个很精密的一个秤 因为平时我们自己买的秤 它精度只有0.01嘛 那肯定是测不出来的 这个需要在实验室里 他们非常精密的一个秤 可以进去一条小点之后很多位的 因为它都是很微观的一个改变 因为那个磁铁的磁力并不是非常的强 然后这个人做了很多次实验 他就是分别测了 磁极南极北极南极北极南极北极 不同次数 然后呢北极南极北极南极北极南极 不同次数测下来 他每一次测的数据都不一样 他就说这就是合理误差 他就说实验你每一次同一块磁铁 你放上去 再放上去 他的重量都不一样 这就是误差 这我承认 但是你会发现他的数据 前五次 北极南极北极南极的 他的数据和后五次 南极北极南极北极南极北极的测下来 你会发现这一排数据比这一排数据 每一组每一组他都是这个大这个小这个大这个小这个大 他都是这一组普遍大这一组普遍小 就其实我觉得他间接证明了那个人的实验是正确的 反而他只是想要说那个人的实验只是误差而已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错跟诺贝尔物理学讲错过的一个人 两层 一层呢 绕线圈通电 上面一层呢 相反绕线圈通电 这样通完电之后 两个线圈绕的方向相反 所以他的磁力是一个方向 如果地球的万有引力是磁力的话 这个 电压足够大 电流足够大 他产生的磁通量足够大 这个板子就飞起来了 再足够大一些 人站在这个板子上就飘起来了 这就是反重力 飞行器的模型 感兴趣的人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然后如果你恰好有一台高压生压器 你可以真的想办法做一个这个实验 真的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物理学奖和改变世界的人 物理学奖和改变世界的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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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